在座丹友妈讲的是Excel条件格式 如何比对两张工作表内容差异并标注起来 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今天在结果这一张工作表里面 出现的是这样子 Alan姓名,然后六个月的产量,它有数字 然后呢,到范例这工作表呢 我也有姓名,也有六个月的产量 那这是干嘛? 别人更改过的一个工作表的内容 它已经把我的里面可能某些数字已经做了什么 动作了 那我想要知道说哪些储存格被做了动作 那这时候去看看,结果是原始的 范例是后来被人家动过手脚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作业就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干嘛呢? 我们现在在范例这边有没有 我们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后呢,我们选择的是常用 条件是格式设定里面的 我们要选的是新增规则 规则里面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是用公式来决定 哪些要格式化的储存格 然后我们把这个公式打在这里 第一个,注意到这个范围等号 我要从A1开始 还是要从B2开始 假设这个名字、彩量 这个标题都没有问题 那你应该就从什么? B2开始 可是你注意到你框的是什么? 你框的范围是从A1开始框 所以这样会有问题 所以你要注意到 你要从A1开始 从A1点一下A1 然后注意到不要锁定 按F4 因为你的资料的那个 会往下移 也会往右移 所以你一锁定就会有偏差 那我们写说不等于什么 这个A1储存格 这个不等于结果的A1储存格 那一样 这个也要按F4 不能给我锁起来 把它干嘛 都变成浮动的 同步移动 同步移动 然后我还讲不等于的情况下 我们要做什么格式设定 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显示 譬如说我格式这边点一下 我说我要它出体 我要它是呈现的是这种 金色字 有没有金色字 而且填满背景 我可能希望它填一个什么 白色的背景 让我比较清楚一点 或者你说要灰底的 灰底的背景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想要 怎么样的一个显示方式 把它标注出来 效果 确定 确定要注意到它颜色 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再按什么 确定 这时候你会看到 没看到 他就跟你讲有没有 这一格我们也很清楚 很明显看到这几格干嘛 这六个储存格 都被修改过 被修改过 那我们就可以对上了 陆培明3月生产量 46728 被修改过 看原始是多少 陆培明3月生产量 46738 少了十个 少了十个 少了十 然后嘞 司士雄 三月生产量 有没有 47509 司士雄 三月生产量 你看 47409 多了100 这样子 所以特别注意到 这个就是干嘛 这就是所谓的 对照 对照 你一样的 好吗 谢谢观看